坐在马桶却怎么都拉不出来 两三天才上一次厕所 一星期排便不超过三次 如果你有上述情况 那就是便秘了 主要是肠胃的蠕动的功能 受到一些阻碍 第二个就是很不喜欢喝水 它的肠道水分是比较干 比较缺乏的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老人家 老人家它的肠道 已经比较有干涉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也会导致一个老人虚性的便秘 便秘治疗常使用软便剂 有吃就会拉 没吃就拉不出 如果常为习惯药物的帮助 不自行蠕动 万一停用软便剂 便秘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 其实在中医来讲 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循环 我们希望说 可以让这个蠕动的状况可以更加 那第二个就是 让它自己产生神经性的蠕动 其实便秘在中医来看的话 是希望说不要透过药物来做调节 它自己就可以上 要改善便秘的情况 周医师建议 第一 每天早上起床 先喝500cc的温热水 唤醒肠胃蠕动 及反射的能力 第二 不管是否有便秘 尽可能培养固定时间 上厕所的习惯 第三 千万不要有便秘时还不上厕所 排便前可以平躺在床 搭配薄荷油或核式的两感按摩油 在肚脐周围大范围用力按压 刺激分布于左右腹的天梳 大横 肚脐以上的中腕 到肚脐以下的气海 官员等穴位后 再顺时针进行按揉 生结肠 恒结肠 降结肠 直肠的一个顺序 这样其实可以 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让肠道的蠕动更加顺畅 饮食方面 因为水果含糖量高 身体为了代谢糖分 反而会从肠道带走水分 无法让肠道补充足够水分 所以医师提醒 应该以温热收拾为主 蔬菜比重要高于水果 少吃生冷食物